大陸的網民會不會太樂觀了一點 麥卡錫到台灣是為了要看蔡英文嗎 這個衛美會想像太多了 他當然不是來看蔡英文的 也不是真的要來訪問台灣 他是要打抗中牌 他是要來台灣這個動作來表達說 我麥卡錫就是抗中的先鋒隊 抗中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領導力量 所以他為了要抗中打抗中牌 然後現在看起來是在4月份 不會來台灣訪問 本來說一定4月份會來 那他就講說我在美國加州見蔡英文 你少來 你不是要來看蔡英文的吧 對不對 那現在為什麼會往後推遲 應該有幾個最重要的原因 應該就是說 他認為這個時候來台灣的時候 解放軍有能力讓他灰頭土臉 他占不到便宜 所以他必須要做戰略性的移回 找一個方式說 哎呀我要到台灣看蔡英文 然後我現在整個在加州看得到 我可以暫緩去台灣 所以這個叫緩兵之計嗎 基本上緩兵之計 那你說他不會來嗎 他還在評估 因為對麥卡錫來講 他剛接眾議院的議長 他現在內部也在進行共和跟民主兩黨的一個鬥爭 再加上共和黨裡面又有提名之爭 他要把這個事情處理的一定的程度 所以你說他四月不來 誰敢說他八月不來 你說他八月不來 誰敢說他明年不來 這個 因為他的象徵性 是美國總統繼位人的 應該說是第二位第三位的繼位 第一位是賀錦麗 第二位就是他嘛 所以就這樣一個角色來講 他當然就是要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那所以他認為有這樣一個條件跟本事的話 他只是在想說 那大陸上會怎麼反應 會不會造成他太多的困擾 那可能蔡英文也會跟他講說 你這個時候來對我民進黨選舉不利 會不會你緩一點來 我給你更高的厚禮 厚禮 作為一個交換 這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可是你說這個時候馬上排除他不來 我認為這太天真了 至於美國的這個關卡說 讓解除對中國大陸更多的限制 不必想太多了 因為這是基於美國自己的商家的利益 你看看 可是之前都沒有去想一想他們的利益 怎麼就這麼時機剛好的 在這個時候就想到了 因為不是看到澳洲有那麼多錢賺 對不對 韓國日本好像也賺了不少 那你這些美國的這些觀光業 當然會給他們的這個政府一點壓力 那這個開放對美國來講是小成本 你說會不會解除對華為的一個制裁 不會嘛 還繼續增大制裁的那個才是重點 尹錫悦就是韓國的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台灣的尹錫悦 因為尹錫悦是有史以來最親美的韓國總統 蔡英文也是有史以來最親美的台灣必須的總統 這兩個人喔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以前台灣要不要進口萊豬 你看擋多久 那這個蔡英文 這個拍板另外 對於要不要加入四方安全對話 其實四方安全都要Quad就是要唯獨中國用的 那韓國當然會有所迟疑 包括戰略經濟剛才介大使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他考慮這個東西啊 那所以他一直在在迟疑 但是現在他一定有些什麼東西條件啊 必須要去加入這個四方安全對話 所以Quad就不再叫Quad 以後叫Pentagon五角對話了 這個馬上就要改了 那當然就會假裝一下說 我們在疫苗氣候被辣 你講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你真正的安全就是在軍事跟外交 跟戰略上的一個考慮嘛 那你談疫苗不是很好笑嗎 疫苗怎麼需要你外交部長來嗎 需要你總統管這個事嗎 基本上就是把衛生這個 這個所謂的專業人士 湊一湊就可以了嘛 對啊 何必放到Quad上面談 這個根本就是在糊弄嘛 因為比如說印度要假裝一下 哎中國我沒有在這個東西圍堵你 對不對 那日本啊 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嘛 等到成形了以後就會 我們一起來軍事演習 我們一起來做軍事對抗賽 那演習的地點越移越靠近中國 這個就是一個逐步切香腸的做法 所以這個韓國人要怎麼去面對 中國大陸的一個反應 中國大陸會繼續罵不還口 打不還手 然後你踩他一腳 他假裝沒看到 我覺得韓國人跟日本人 為什麼想太多了一點 要不要調查一下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度呢 相對一下看看如何 我敢判斷大概2016年以前 大概中國人對美國好感的99.9% 那以前中國就奉行韜光養晦的政策 什麼韜光養晦就要對美國什麼樣 低著頭揍人 什麼事情對美國多忍讓一點 然後當這個貿易戰開打的時候 很多的中國的領導階層的官員 就講說哎呀美國啦 這個以前有幫過我們忙啊 我們能夠讓一點啊 就就而且我們都有對那順差啦 所以能讓就讓 不要跟美國人多計較 當時的氣氛是這樣子 然後從2016到今年已經2023了 中國大概 這個屁股也被美國人抽了好幾邊了 那大腿也受傷了 小腿也流血了 鼻青臉腫啊 就開始輿論開始轉向了 最明顯的證據是 去年10月份的20大的時候 我敢說一句 大概親美的官員都被請出門外了 所以表示說 他們以前不斷的有一些在 被對美國忍讓啊 我們我們所謂的這個韜光養晦 就是對美國低頭那個策略 美國打你一個頭 你也不要吭聲 那種那種態度 韜光養晦不是對不是對俄羅斯 也不是對法國德國 也不是對日本 就是對美國 現在已經被打痛了 而且發現美國根本就是要 置你中國一死地嘛 那你就韜光養晦給我看 對啊 可是喔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能夠調查 當大陸的民意 大陸的民意的親美的幅度 一定跑從99% 啪啪啪啪啪 我看現在有沒有10% 我都懷疑 可能更低啦 會不會更低我沒有把握 但大陸上還有一批很親美的人 解凍喔 不叫解凍 因為那別的地方買不到啊 那你不跟中國大陸買 你買不到你跟誰買啊 對啊 那他的產業就停擺啊 因為他現在就是推動什麼 氣候變遷啊等等的啊 那所以要很多太陽能面板嘛 那你太陽能面板 你美國自己沒有生產 而且生產的很多成本也不划算啊 那你跟誰買 跟中國大陸買 對啊 所以不叫解凍 是迫不得已 你不得不跟中國大陸買 一樣啦 為什麼他不進拼多多 要進抖音 理會很簡單嘛 他們共和黨人覺得 就是你抖音把川普給搞垮的啊 上次川普一直在抱怨抖音嘛 年輕人撿川普好笑的東西 不斷的傳播 而且演算法會使得 同樣這個喜好的年輕人 全部一直大量傳播啊 就太多那種無厘頭的影片 他會不會進拼多多 不會 為什麼 拼多多不是在賣中國大陸物品 他不是 他是這樣子就是說 我一個人買一個手機 會比較貴 那我去上去講說 我什麼時候要買到這個 蘋果的哪一年的手機 就 雖然我們大家都不認識 可是他眼中我還傳說 哎呀 介大使你也要買 哎呀韓冰你要買 然後湊一湊湊 哇一下子就 我提議要買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500個人要買 然後拼多多就自動去給你 摩合說哎呀有這幾家廠家 這一家願意打八折 那一家願意打六折 來一下子賣掉你們這手 所以是拼湊起來一起購買 裡面有很多美國產品 是不是 所以才會跑到第一名 所以對於這個 某種程度來講 就沒有一個議員 美國國會敢說 我要禁止拼多多 對啊不然會砸到自己的企業的腳 不敢嘛 對 這個選票考慮嘛 那他想說這個 現在喔 臉書也一直在下降 這個也在裁員 然後Instagram也是一直在 廣告費也在下降 結果廣告費用全部都跑到那個什麼 TikTok上面去 快速成長還在加人 那砍掉它基本上影響就是 看選民的反應嘛 沒有那個像拼多多說 那很多廠商在後面喔 喔你讓我生意不好 喔你讓我買貴的東西 他當然找你算帳嘛 的確 是 選民的反彈是他們的評估啊 但我的判斷是 這個TikTok是真的是 兇多吉少啦 這個問題在德國的政府裡面 跟國會裡面 不曉得搖擺過幾次啦 所以今天有傳這個消息 然後中國的大使館 有做出一個回應 那搞不好隔一段時間又傳說 好像又沒進了 隔一段時間又來了 這表示說 美國一方面不斷的施壓 然後德國這邊啊 因為跟中國之間的一些合作關係 又想要抗拒 所以對這個華為問題 就是一定會擺來擺去 不過我判斷是美國會贏 因為北溪管線都炸了 你再不聽 搞不好就連你德國國會 都把你炸了對不對 美國都說要炸台積電 有什麼不能炸的呢 所以剛才那個 韓明兄是比較客氣一點啦 那是台灣的小動物炸的啦 為什麼台灣的小動物 隨便一咬就停電啦對不對 多厲害啦 這個理由是跟我們學的不是嗎 那一定要是海底生物才有 台灣的五狗魚 可以把它咬斷對不對 這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國人 荒腔走板的東西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對於這個 很軟弱的消資政府的壓力 還是有的啦 你看消資那可憐 像去見拜登的樣子 還被德國的媒體 把他形容成為一個大人 牽著一個小孩 大人是拜登 小娃娃是誰啊 就是消資啊 那所以如果說他們 聽美國的指令要去封殺 這個華為我一點都不意外 那除非中國願意有比較 強大的一個反彈 或者中國的民意 真的也可以成熟到的說 那好我賓士車我不買啦 對啊反制 對啊 不是反彈而已 只有反制了 對啦 才會讓德國怕 沒有錯啊 那當然這個德國政府 一聽到說賓士車 在中國賣不出去的話 那這還得了對不對 他們就會有所約束 要不然的話 德國那些派系鬥爭也挺複雜的 是 所以華為是真的 作為一個民族企業 是值得中國人為這個付出 少買一點賓士汽車 有這個瑕疵的車子 就要找回去重新去修復嘛 一樣的一定要給它造回 這個東西上海這個教育所 會尋慣例來處理啦 因為你買來買去 中國的消費者是相信 你上海教育所啊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造回 重新到澳洲裡面 要換一批新的來嘛 所以這個該賠就該賠嘛 那我也認為這個一定是 那個工廠裡面偷雞摸狗的 因為第一個量也沒有特別大 就一個自幣廠不是特別大 那可是它的商業損失會很大 因為本來這一家造幣廠 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台灣也委託過啦 所以會不會問一問 我們台灣那些金幣有沒有造假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我們中央銀行曾經委託過 他們做過 所以澳洲這個租幣廠 自毀長城 實在是很不聰明 偷雞摸狗的事情 賺也賺不了多少錢 幹重是有夠丟臉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